他们既然以陪虎作为一颗炸弹 放在他们的身边 那么 如今最好的办法 便是让这颗炸弹不爆炸 至于外围的援军 我会想办法去救 韩三千道 可外围两军交战 你怎么能以一己之力去抵挡 要知道 他们不会像刚刚那样 乖乖退去的 这一点 韩三千当然清楚 院内退军是因为有更好的选择 而击杀援军是他们唯一的选择 他们只能全力以赴 否则等待他们的是被歼灭 所以 期望他们在打员时 被自己一人吓退 极其不现实 不过 韩三千还是有自己的计划 放心吧 我有些人马 你有些人马 陪顾眉头一皱 有些惊讶 如果我 没有记错的话 你并没有带人来啊 这事 你就不用考虑 我既说得出 自然也就做得到 当下 外部不再考虑 内部 我们需要 商量好如何对局 话落 韩三千望了一眼陪顾 道 陪虎年轻气盛 但这种人 往往也是被他人利用的棋子 此时若是罚他 我们则必然中了敌人的圈套 然 若是不罚的话 以此子之心 既然已经走出了 师父这一步 也就不可能再像从前一样 乖乖听话 所以 他依然会成为 将来的定时炸弹 三千 你说得对 陪顾中重点头 要都有你这样的儿子 恐怕任何家族都不愁崛起 只可惜 我那犬子 连你跟指头 他都比不上 我想陪家主免其惩罚 然后大家奖赏 陪家主以为 陪三千咒没道 此子如此忤逆 还要被封赏 那其他之人 作何之想 其次 他已经是未来的接班人 我若再赏他什么 岂不是以后 越来越无法无天了 陪顾咒没道 不让其他人 不知道不就行了 在此 赏不一定意味着升官 也有可能是名声暗将 给他更高职位 夺他管理之权 一旦时局稳定后 您再在这个问题上 做文章 以达惩罚目的 另外 这件事 最好以你们父子谈心为主 你以为呢 韩三千道 陪顾微微犹豫 最后不由地点了点头 三千说的 倒也是颇有道理 如此 我着实去办 等一下 韩三千道 三千 你还有什么吩咐 让现在守卫府邸的人 都不要松懈 告诉他们敌人 随时可能破门而入 我们必须要让朱严硕相信 咱们并未剖析到他的心思 反而还因为奇怪和担忧 不断地给府邸增派人手 只有如此 才能神不知鬼不觉 一旦被朱严硕看到城中守军不严 他必然可以知道 自己已经猜出了他的心思 到那时候 他加紧防备 也就基本不大可能 给韩三千其他的可能性 是 我明白 我这便是去吩咐 点了点头 韩三千端起茶水 喝了起来 扫了一眼 一直乖乖站在旁边的六位公主 不禁心头苦笑 眼睛装作什么都没有看到 知道 韩三千修为厉害 如今听闻 韩三千的步步为营 几女即便不懂军事 但看到自己父亲都唯唯诺诺 连连点头 则必然知道 韩三千的计谋 一定非常之好 如此有勇有谋的男人 还长得好看 试问 又哪有个女人 不会心动呢 而韩三千 却只能装作 什么都没看到 默默地喝起了自己的茶 就在此时 其他舞女 微微怂恿七公主 七公主一个站不稳 不由往前一步 冲了出来 尽管七公主 一直想找机会 和韩三千说话 但也绝对不是用这种 她自己都意想不到的方式 当下她脸色顿时飞红一片 低着脑袋 一时间完全不知所措 韩三千轻轻一笑 怎么了 七公主 有事吗 莫 不知为何 以前对着韩三千 她倒是可以云淡风轻 但如今 却越来越不敢在她面前 说什么话 但偏偏内心 又非常想跟她说话 很矛盾 但七公主也很清楚 她是深深地 爱上了韩三千 她符合自己 梦中情人的一切设想 甚至在某些方面 还远比自己 所想象的还要好 所以 韩三千 也不是纯情小伙计 虽然不是女人 但又怎么会 看不懂这些表情 但韩三千 对这一首 早已轻车熟嫁 轻轻一笑 其实 我倒是有些事 想你们帮忙 最重要的是 这次关键一战 能否成功 也全靠你们六位 加上大公主 应是七位吧 话题一转移 七公主也果然 没有那么尴尬 抬起头来 望向韩三千 道 我们能帮你什么 是啊 韩公子 我们虽然有些修为 但毕竟 我们都是一介女流 而对方 其他几位公主 也及时赴身道 韩三千 笑着摇了摇头 几位公主 对你们自己 有多大的能耐 似乎并不清楚 谁又说 女子不如男呢 外面敌军部队的首领 不也是女的吗 她可以 你们又凭什么不可以 韩三千笑道 韩公子 你要我们做什么呢 四公主问道 六公主也下了决心 如果是你要我们 做什么 我们一定尽力完成任务 韩三千笑了笑 我需要你们 帮我组一支军队 军队 我们 六女几乎集体的傻眼 不错 就是你们 韩三千点了点头 男人 永远是这个世界上 最好用的杀人机器 而女人 却是驱使这些机器的 最有力的润滑剂 裴家许多女眷被侮辱 我相信 裴家也有不少有志之士 看在眼里 痛在心里 我需要你们 以这个名义 去组建一支军队 如此来的军队 杀气重 仇恨足 且不容易有二心 战斗力 自然 也就比较强悍 韩三千无需 他们做的太多 只要能坚持 将主服守住 一个时辰便可 那些人犯下的错 我们没理由 就这么饶了他们 不是吗 韩三千望向六女 六女互相一望 重重地点了点头 好 既是如此 那就有劳六位公主 你们赶紧去组建吧 六女领命 转身离开了宫殿 韩三千也不闲着 走到城主位旁 拿起地图 仔仔细细地研究了起来 而在宫殿外 六女已是窃窃私语 二姐 那批人基本都跟着陪胡走了 咱们即便叫人 恐怕也叫不来多少吧 是啊 顶多一两千不得了了 外面可是二十万大军 我们这点人 一锅开水 一根火柴 这怎么着也不是个法子 七妹 此事 你怎么看 二公主没有立即答话 而是将目光望向了七公主 韩三千这人 只有七妹相对了解得最为清楚 自然 在这种问题上 二公主更愿意 去倾听七公主的意见 别说让我们组建军队 就是让我们七姐妹 自己冲锋陷阵 我也相信 我们一定可以赢 七公主淡然道 我知道 你们可能不会相信 也觉得我这说法太过夸张了 但你们应该清楚父亲的个性 连他老人家都愿意临阵倒戈的人 怎会平庸 想想当初的魔云鬼城吧 该落成大军进攻 未能取下 而他 一人便打翻一城 此事 我亲眼所见 话落 七公主一笑 快步而去 其他五女互相望了一眼 微微惊讶之余 反应过来 也赶紧跟了上去 而店里的韩三千 也终于用手指在了这个地方 明宇 我要你好看 裴府的某个下人房间里 裴顾刚一离开 几个亲信 便迅速地冲进了裴府的房间 围在了裴府的身旁 公子 怎么样 那老东西 没说什么吧 是啊 公子 那老东西 是不是打算废掉你 放心 我们永远支持你 他娘的 说起来 这回 也真他娘的倒霉 咱们都下定了决心要卖队友 结果他娘的韩三千 那个王八蛋 突然杀了回来 是啊 他这一搞 直接缓解了主府里的危机 更把咱们搞得不是人 他娘的 这狗日的运气 也是真的好 这种便宜 都让他捡得到 不过 公子你也别担心 他们始终成不了事 到失败了的时候 必然还是得我们出来收场 那可不是吗 裴顾那老东西 现在有韩三千 这王八蛋帮忙 一下子意气奋发 重掌主动 可是 结果呢 到头来 还不是带着更多的人去送死 一旦到了那时候 这帮人也就知道 我们的选择是多么的正确 起码 我们还留着一百人的活口呢 一帮人不断地给裴虎打气 同时 也是给自己打气 毕竟对于他们来说 事实也确实如此 他们没有权败 父亲并未惩罚我 反而 还封了我一个官 裴虎咒没摇头到 这一点 其实也是 他没有料到的 他倒是知道裴顾不会杀他 只是没想到连惩罚都没 还直接给了奖励 不是吧 那老东西给你升官了 靠 这不大可能吧 裴顾那老东西 怎么会这么好心 一众亲信 有些难以相信 这是事实 这是委任书 裴虎将自己拿到的委任书 拿了出来 内阁大将军 裴家府邸内最高规格的长官 也可以理解为 禁卫总统领 禁卫大多都是主城的士兵 家主将兵权全部放给了你 难道 他真的 也意识到自己的问题 准备退位让衔了吗 是啊 老东西 可能还是知道 未来家主迟早都是公子的 为了脑外 选择了安内 你们都错了 此时 几个长老里 三长老站了出来 三长老 此话何意 陪顾这老东西音啊 你们还真的以为 这家伙是向公子低头吗 未必啊 三长老摇了摇头 见众人不解 继续道 无论生多大的官 我且问你们 家主是谁 可能是你 可能是我 但绝对不可能是公子 不是吗 一帮人听到这话 瞬间瞄懂 这意思也就很明显 家主依然是他陪顾的 操 好一招名声暗将 这老东西 真他妈的阴险啊 那长老 公子 咱们下一步怎么办 反正都走到这一步了 不如直接反了他娘的 不错 外面反正有给我们 一百人的大名单 我们带着兄弟 直接把裴家给端了算了 倒是可以提着裴顾的脑袋 去敌人那边领赏 到时候说 不准给我们名单多些人数呢 不可 三长老摇了摇头 这是最坏的招 这无异于将我们推到绝路 我想问 万一裴家在 这劫难当中 度过了呢 那到时候 我们何去何从 那一三长老之见 裴虎咒没到 依我之见 咱们按兵不动 甚至出攻不出力 这样 裴顾也不会多说我们什么 而私底下 咱们可以将腹底里的 一举一动全部告诉对面 讨个赏功 诸位以为 听到长老的话 众人连连点头 此际确实风险最低 回报最高 哪边赢了 都可以当做墙头草 三长老不愧是三长老 这一招 当真绝了 将不愧是老的辣啊 听着众人的恭维 三长老得意的一笑 摆了摆手 表现得极其淡定和谦虚 但他内心的舒爽 只有他自己清楚 主电 韩三千收起地图 准备出发时 裴顾也回来了 安排妥当了 韩三千笑道 基本上安排妥当了 裴顾笑着点点头 裴虎那小子 可能一时看不出 但迟早会知道 三千 你就不怕 他最好的办法 就是原地等待 或者两头讨好 韩三千笑道 在这一点上 韩三千并不认为 这玩意有什么好隐瞒的 裴虎傻 可身边总有人 能识破这名声暗将吧 那咱们还 裴家主 世界上最强大的计谋 绝对不是什么阴谋 而是阳谋 韩三千笑道 如同地球汉代 推恩令一般 你明明就是知道 帝王在削你的权 可偏偏 你却根本没有 任何办法去拒绝 其实 这主要是稳住他们 脑外必先安内嘛 韩三千道 裴顾点了点头 那接下来 我们怎么做 我已经让七位公主 去集结部队 到时候 用以加固府邸的城防 韩三千道 然后呢 然后这个消息 必然会被出卖到 名誉那边 韩三千道 不过 我们依然 要按照这样做 我们得帮裴虎 在那边立些功劳 一旦他们获取了 对方的信任 那么府邸内的情况 才能在真真假假中 得以隐藏 这是对付内奸的 最好办法 点了点头 裴虎是名 最重要的是 还有那批出卖 死亡禁地情况的暗探 如此之际 倒是两边都防住了 此时候 让裴虎的人 去替班首页 你和七位公主 带着人马前来找我 裴虎首页 这不等于 咱们自己放弃防御吗 裴虎有些担忧道 一旦裴虎 怀有任何鬼胎 这都无异于是将 整个裴虎置于生死之地 放心 我自有安排 按时而来 这 好吧 我听你的 裴虎重重地点了点头 韩三千离去后 去了后院暂时休息 府邸内也难得地清静 且安宁 大约晚间八点左右 裴虎所组建的军队 开始在城府布防 半个小时以后 七位公主也组建了一支部队 加入巡逻的行列 两边人数不算多 但也不算少 总计四千多人 基本上已经掏了守城军队 近半数人出来 上半夜很快结束 此时时分 裴虎的人马接任了下一半 裴顾和七位公主的部队 则下去休息了 不过 这两支部队 看似是下去休息 实则悄然间悄悄地 从暗像中 一路来到了后院集合 韩三千早已在门口 等候多时 三千 人已到齐 我们下一步该怎么办 韩三千轻轻一笑 冲裴顾一个手势 裴顾乖乖地凑上耳根 很快 当裴顾听完 韩三千的吩咐以后 不禁整个人眉头大皱 这样一搞 岂 岂不是 自损八千 关键咱们这都还没杀敌一个呢 韩三千急忙冲他实眼色 示意他声音实在太大 裴顾一边闭嘴 一边也满是无奈 不是他这个人不知道 这时候 是关键时刻 需要隐蔽 而是实在 韩三千的方法 太过大胆和冒险 我们想要逆风翻盘 怎么可能不冒犯 稳扎稳打 向来是优势一方才有的特权 除非 裴家主 你能有更好的办法 韩三千道 裴顾当然没有其他任何的办法 不然的话 也不会将所有的指挥权 都交给韩三千了 只是 韩三千的想法 实在是太过疯狂 压根都不是正常人能想出的法子 我只是担心 以我们这点人力 要去抵挡名誉等部 着实太难 裴顾道 到时候 你把北边城门打开即可缓解压力 北边城门 那边不是 裴顾想说话 韩三千却已然打断 你开北门便是 好 如果可以的话 这个门 最好是裴虎去开 韩三千笑道 裴顾略一犹豫 最后还是点了点头 放心吧 我会依照你的计划行事 韩三千点了点头 那我出发了 裴顾点点头 好 韩三千一笑 但下一秒 人却已经完全消失在了原地 我靠 我靠 一众人等直接傻眼 即便是向来斯文的六位公主 此时也不由 发出来自于内心的震撼国骂 见过高手 也见过猛男 但如此可以在眨眼之间 彻底消失在人眼前的超级之数 他们还真的是闻所未闻 见所未见 这简直太夸张了一些 瞬息之间 消失得无影无踪 一点点的痕迹 也不带留下的 这就好像 有人直接在你面前 玩闪现一般 这到底是什么样的修为 才能有这样的表现 六公主皱起了眉头 这简直都是非人 可以表现出来的操作啊 父亲 以我们的认知 恐怕很难以理解 您能解解惑吗 大公主道 陪顾无奈地摇了摇头 其实 老夫混迹江湖多年 也应该是见过无数世面的 这各中的高手 更是数不胜数 但老实地说 强承韩三千这样的 老夫还是第一次见 父亲 他与您见过的最强的高手比起来 有多大的差距 二公主问道 这是一个好问题 陪顾笑了笑 先前在该落成的时候 如果要做个对比的话 那么我所见过最顶尖的高手 可能是十 韩三千则是九 也许两者之间会有差距 但差距不大 而韩三千靠着年轻的优势 没准还能持平 那么 现在呢 七公主问道 现在 陪顾苦生一笑 我也不知道 但我可以肯定的是 他绝对高于十 如果你们非要我 做个评判的话 那么我会选择 韩三千可能是十一 甚至可以达到十二 我就这么说吧 翻面我们陪家所有高手 也绝不可能在和他一对一当中 取得任何优势 我真的很好奇 韩三千这家伙 在死亡境地里 到底经历了什么 那所谓的爆炸 又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七公主苦生一笑 说来 也是讽刺 我们陪家自己的死亡地带 结果 我们自己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不过 不幸中万幸的是 韩三千是我们的人 陪顾重重地点点头 是啊 也还好 是自己这边的人 否则的话 有这样一个强敌 卧在自己的身边 他还真的不知道 到时候该如何是好 小七啊 陪顾轻叹一声 父亲 女儿在 陪虎那逆子 为我家招惹了 韩三千这个巨大的危险 也还好有你 跟他交好 不仅让我们少了一个强敌 同时 也让我们多了一个盟友 以前 父亲忽略了你 是为父的不好 这里 为父向你道歉 话落 陪顾转身 冲着七公主 便要弯腰致歉 七公主 连忙扶住陪顾 父亲 一家人不说两家话 以前的事 都过去了 好好 好 不愧是我陪顾的好女儿 陪顾欣慰地笑了笑 接着又将目光 望向了另外六女 在最危险的时刻 也是你们这帮女儿 最支持我 若是我们能过此关 为父保证 以后必会好好对你们 六位公主 笑着点点头 他们很开心 古往今来 豪门之中的女子 虽然看似衣食无忧 然大多都不过是 政治上的牺牲品 各种辛酸 也只有他们自己知晓 好 时候也不早了 按照三千计划 我们开始行动吧 话落 七女望向陪顾 陪顾一笑 召集七女 巧声而语 然而 当七位公主 听到陪顾的计划后 也不由直接瞠目接舌 满是大惊 行动 是 七位公主领命 下一秒不再多言 反正此事已经是将刀架在脖子上了 因此 无论接下来再发生什么危急的情况 也显然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 连父亲都已经决定这样做了 他们自然而然没有去拒绝的理由 很快 两队士兵消失在了后院的夜色之中 而此时 距离主城已经不到十公里处 从蒙血城一路急迟而来的援军 却已经遭遇了敌军卑鄙的埋伏 以及惨烈的反攻 尽管猛血城所来 援军也达二十万人马众多 然本来就是急行之军 到了主城附近人困马伐不说 救人心切 也无任何的防备 当四周冲出 无数敌军埋伏时 领军的裴家 大将这才大感事态不妙 然 对方早已有所准备 还未趁裴家援军缓过神来 以派人马 从四面八方包围而来 裴家援军阵脚大乱 加之扶军 也足有十几万人马之多 两厢战斗 只接触不过短短半个时辰 援军已经被冲散成数个阵营 报告统领 我方士兵已经大乱 若是继续如此下去的话 恐怕再过不到一个时辰 咱们便会完全分散歼灭 还请将军 尽快定夺 副将一边抵挡 一边冲旁边的猛血镇 统帅急声而到 领军大将眉头紧皱 眼观四面 各部之军确实狼狈至极 副将之言字不相差 可问题是 主城已经迫在眉睫 所谓养兵千日 用在一时 家主和一众家眷 都还在主城之内 我等若不去相救 这上 对不起我等为兵 不忠于君 下对不起妻妻儿女 大将也很难受 他们连路奔波 不畏艰险 图的是什么 如今 主城就在眼前 怎么能在如此之时 说撤就撤 统领 我也知道 一旦主城陷入敌手 对我裴家来说 几乎无异于断了我们的脑袋 那时候裴家无主 势力范围内必然大乱 可问题是 统帅 如今 我们除了撤退 已无他法了呀 是 这一点 他也很是清楚 如果撤退 尚且 这股大军 还能保留至少一半 不敢说什么东山再起 但起码回去以后 倒还是能够重振旗鼓 没准将来倒是可以成为什么有用之力 这是往大了说 而往小了说 这些人 可都是跟随着自己 出生入死的好兄弟啊 他又怎么可能眼睁睁地 看着自己的好兄弟 就这样惨死在敌人刀下 他们甚至连一点收获都没有呢 将死杀场 但也需要死得起锁呀 命令部队 一边抵抗 一边缓慢撤军 领军大将无奈叹息一声 眼下 他别无其他更好的选择 属下明白 偏将领命 迅速步军 片刻以后 整个部队开始尽力地收拢 然后缓缓地朝着后方退去 敌军要撤 给我追击 敌军统帅同时一声大喝 杀 一时间 对方气势更胜 无数敌军携刀追击 痛打落水狗 不过如是 而裴家援军 即便在统领的指挥下 已然是慢军撤退 目的就是避免撤军太急 而导致己方大乱 但始终是败军之将 不断被追击中 也不断地有士兵在倒下 启动第二埋伏军队 他们歇够了 也该上场了 敌军首领轻声一鹤 下一秒 伴随着一声奇怪的号角声响起 在裴家援军撤退的后路上 忽然之间 从路旁两边杀出无数敌军 糟了 他们埋伏中还有埋伏 我们被包围了 偏将即到 从一开始 打员这场战争 就不再只是简单地打掉原点 他们真正想要做的 是彻底地打灭掉这支援军 朱城主和神龙长老都吩咐过 援军越跑得多 越是危险 因为你永远不知道 他们什么时候 可能会捅上你一刀 把他们有多少杀多少 才是善待自己的最佳选择 给我杀 是 伴随着敌将首领一声轻贺 陪家援军顿时间陷入了绝望 身后是穷追不舍的敌军 眼前又还有一直埋伏于自己后方的敌军 黑压压的一大片 气势夺人 已让人感到窒息与绝望 援军大将面色如死灰 多年的交战经验正在告诉他 此时他已经回天乏术 等待他们的只能是死亡了 统帅 逃物可逃了 要不 跟他们拼了吧 他们没打算放我们活着离开 偏将青山道 是的 一般来说 两军交战 如果不是绝对的优势 或者极其重要的决定命运的一战 交战的双方都不会把对方逼得太死 赶狗入穷巷 往往只会得到更大的反噬 这对几方的兵王也是非常巨大的 所以 大部分的情况都是以胜为主 可如今 情况却已经明显的不能再明显 对方要不惜一切代价 将他们赶尽杀绝 想来也是 他们好不容易找到了 埋伏我们的最佳机会 如果这时候放走我们 等同于放虎归山 行吧 既然他们准备拼了 命令弟兄们 跟他们死战 偏将点了点头 转身通知去了 呼 家主 是微臣无能 未能带兄弟们杀进主城救你 哎 也算是老天捉弄 若是对面给我们一点点喘息之机 微臣都必然相信可以打过这帮垃圾 只可惜 今日 微臣只能以死明智 话落 统帅直接拔出自身配件 大声一鹤 当场骑着坐骑 直接扑向敌军 一时间 风烟四起 喊杀不断 抱着必死决心的裴家大军 靠着这股气势 迅速扭转落荒四散的局面 对着敌军进行了无比激烈的反抗 敌军虽然没有那么无畏 但胜在占据局势优势 且先前他们便已经知道 敌军会强势反扑 准备异常充分 一时间 两军你来我往 杀得难分难减 不过 援军大将非常清楚一件事 这种情况并不会意味着什么 他们远道而来 而对方以意待劳 只要时间拖得久一些 则几军必败 但如今 他也管不了那么多了 除了奋力杀敌 他别无他法 兄弟们 坚持住 我来帮你们了 忽然 一声高鹤袭来 紧接着 在一众人等还未反应过来的时候 他们只感觉身边一时间爆炸连连 本来急凶的敌军正在杀戮他们 然转眼间却已经画风突变 声声爆炸如同定了位一般 直接将这些家伙当场炸碎 而近在咫尺的他们 却毫发未伤 这简直就是神奇 砰砰砰 然不等他们回神 又是连环数声爆炸 这本来挤满了人的战场上 顿时被这爆炸 直接破开一条大道 紧接着 一个人影不知从何时出现 已然落在了那援军统帅的身边 翻手一掌间 巨大的真气 直接将统帅身边的十几个敌人 当场震飞 阁下是 看着眼前突然出现的人影 统领先是一愣 紧接着赶紧恭敬问道 有时候 当兵的最不讲理 在魔族这片土地上当兵的 那更是不讲理 对他们来说 拳头才是唯一的真理 而自然 这人之手间 便解决几十上百人 如此拳头 怎能不让人服气 韩三千 人影轻声而道 紧接着 手中一动 拿出一块令牌 陪家家主令牌在此 见此令如践塔 话落 那大将睁眼一看 果是家主之令 顿时急忙弯身 属下见过家主 韩少侠 你是家主派来的 猛血镇 虽然离主城 距离最为相近 但毕竟数百公里的路程 且是军事要塞 不认识韩三千 也并不奇怪 陪顾也确实不大可能 将主城一个贵宾来了 去告知其他军事之城 这是两马子的事 你也可以这么理解 韩三千轻声一笑 紧接着 收回令牌 望着密密麻麻的一众敌军 不过 这些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我来帮你们赢的 那便对了 大将一听 想想韩三千所言 倒也极对 属下听后少侠差遣 你是一方大将 且靠近主城 我相信 陪顾必然是相信你的能力 我和他一样 我也对你充分信任 阵前换帅是大忌 所以 整场战斗依然有你指挥 包括我 韩三千轻声道 他可以帮忙 但不能过于宣兵夺主 尤其是裴家经历 如此惨障的情况下 即便赢了 可若是传了出去 外面必然会说裴家无能 让敌军偷袭进了主城 结果差些覆灭 得亏外人相救才勉强过关 这会对裴家的声望 造成极大的打击 而更为恼火的 是裴家可能会因此 受到更多势力的给予 那时候 恐怕人人都会认为 裴家是个表面 凶猛的直老虎 裴家是自己的合作伙伴 甚至是战略性的 韩三千又怎么愿意看到 这种情况发生呢 所以 裴家是裴家人自己解决 如此 裴家人的信誉依然还在 威望也始终丝毫不减 可是 好 我来指挥 属下斗胆问一句 少侠带了多少人马 属下好做综合的统计 大将始终都是大将 虽然略有推辞 但很快就稳定心神 问向韩三千 一座重新规划 我一个人 韩三千轻声答道 什么 少侠 你 你说什么 听到韩三千的话 大将明显一愣 他想过千万种可能性 甚至想过 主城这会可能也不容易 韩三千应该只带了少数人 突围前来救援 但他想一万种可能也绝对想不到 韩三千这家伙 会是一个单枪匹马来的 没听清楚吗 我一个人来的 韩三千继续道 少侠 您没跟我开玩笑 他一道 面色也极为尴尬 都这时候了 我跟你开什么玩笑呢 韩三千无奈苦声道 可 可这 哈哈哈哈 离得相对比较近的士兵 以及急忙赶过来的敌方统帅 本来还看韩三千天降于是一般的形式 被搞得有些猛笔 甚至有那么瞬间 他们还想过 要不要派出人手去抵挡一下这家伙 可能会带来的援军 可结果 谁又能想到 这家伙出口 就让人几乎笑得快要半死 韩三千是吗 我听说过你 先前 我军两次败与你手 统帅笑完 指着韩三千冷声道 不过 那都是指挥无能罢了 你的运气用光了 这一回 本统领亲自带人征战 小儿 你若实相 乖乖束手就擒吧 那统领没有丝毫的装逼 起码他自己是如此认为的 叶时军是公子 在他眼里 本来就是矛头小子 不过靠着背景 在外刷些荣誉罢了 至于朱延硕 对他来说 更是小白脸 文若书生一个 压根成不了大事的 如今 这回的突袭战 由他顶替了叶时军的位置 且还在这打员战中挂马上阵 他当然认为 以他多年杀场经验来看 对面都不过草包而已 韩三千嘛 名更是大过于十 你是哪位 韩三千比一的望向那统领 和明语交战过也好几次了 他还是第一次看到眼前之人 哼哼 你又何必知道 说出老子之名 陛下你小子一跳 还是莫要自取其辱了 他不屑冷哈的 看来我知道你叫什么名字了 韩三千轻声笑道 哦 那你倒是说说 他心情不错 甚至都没有听出 韩三千的挖苦之意 他全当自己多年征战 名声在外 自然也就有些人马 可以知其名号 嘴炮统帅 韩三千轻声不屑 倒是看你本事没有 嘴炮厉害得很 这名字不是正好与你相符吗 统帅本来还高兴非常呢 一听这话 当即大怒 臭小子 看我不撕烂你的嘴 韩三千轻声一笑 冲声后大将笑道 我虽一个人 但你可以将我按照一个部队去算 什么 大将直接听傻眼了 战场上为了胜利 什么手段都得用 这很正常 可是 他倒还真没听说过 把一个人当成一个部队去使用的 这怎么使用 先不说其他 单单是人海战术的 这都不是一个人可以发挥出来的呀 其次 就是数量 一个人顶七八个人 甚至高手顶个几百上千人 也是不错了 这家活道还好 一来直接五万人 五万人啊 这样的人马 都足以去手一座不算大的城了 这当五万人 是五万蚂蚁啊 大将很是郁闷 也就看待这家伙 是自己方的人马 要不然的话 哈哈 听听这臭傻笔在说什么 还他娘的说我嘴炮 依老子来看 老子在嘴炮方面 见了你 那真的是见了祖师爷 对面 那统帅也是极尽狂笑 他的身旁 一众士兵也随之不由而笑 确实不是他们想嘲笑人 而是韩三千吹的牛实在太大 以至于让任何一个稍微有点常识的人 听了都忍不住想笑 这么好笑吗 看着对面都在笑 韩三千实在觉得他们更好笑 毕竟对韩三千来说 这些人眼睛太短了 有些东西他们理解不了 当然好笑了呀 哈哈 草 这家伙是来战场上 给我们讲笑话的吧 估计也是看我们双方交战太过激烈 来给我们缓缓气氛 老实地说 就这样的人带兵打仗 先前我真的不知道 叶公子他们到底是怎么输的 你也知道 人家是借骨出来镀金的 哪有什么真菜实料 碰上这小子 那简直就是菜狗见菜狗 一个赶菜 一个赶更菜 结果自然一个赶赢 另外一个赶输了吗 说的也是啊 一众人牺牲青眼 却充满了无尽的调侃 韩三千身后 一众陪家的援军 也低着脑袋 着实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好 到底是友军 照理来说 他们应该是帮其还嘴的 但偏偏确实 韩三千吹的牛也实在太大 他们想帮都不知道该怎么帮 从前有只青蛙 它生活在井里 所以 每每抬头望天的时候 认为天空可能也就井口那么大 韩三千不怒返校 你们 和这蛙有什么区别 也不怕告诉你们 五万 已经不过是我低调一点的数字 毕竟两军交战 我给我方指挥官的数据 只能多不能少 就你们这帮废物 十万又能如何 韩三千冷声一笑 操 臭小子 人走好运 只是一时的 可不会一时的 他娘的 今日 便让看看我们的厉害 说的没错 还他妈的 十万又如何 不说多了 就咱们这百来好人 收拾你已经绰绰有余 话落间 在其统领的带领下 一帮人怒气腾腾的便要动手 韩三千没有丝毫的后退 只是回眼望向了自方的大将 按照我先前五万的兵力去布置 懂吗 大将本来还想说什么 然看到韩三千 无比严肃的眼神 他的话 终究还是耿在了自己的喉里 对方是家主派来的 甚至家主将其家主令 都亲自拿给了他 这在陪家其实并不多见 这也就意味着 家主对他 应是绝对信任的 自是如此 他应该也不是那种 完全满嘴都是牛皮的顽劣之徒 好 就按他五万人的说法来布置 反正咱们眼下已经如此 再也没有多余的选择了 话落 大将抬手行令 而几乎同一时间 韩三千也冲进了对方的攻阵之中 杀 韩三千率先与敌方交手 陡然间 如同猛虎出拢 那帮本来还想着 好好修理这家伙的一众人等 刚一交手 便瞬间发现他们 犯了世上最离谱的错 那韩三千防如水 攻如虎 一众人等要么直接 眼看攻击 到韩三千 却又在毫厘之间直接打空 要么还没反应过来怎么回事 韩三千便 已然猛袭而至 连声都不让别人来得极寒 便已然直接将人家打倒在地 兢兢己顺 看起来来是凶猛的敌军统帅 一众人等 便已然完全被打消 彻底崩溃 也就那统帅 身边还有几个偏将一直护着 否则的话 他早已和那些 护他的偏将一起 人头落地 他仓促而狼狈地 逃进了自己士兵的队伍里 劈头散发 哪还有先前那般谈笑风声 比喻他人的阵型 分裂阵型 冲 而几乎同时 援军大军也已经排好兵部好阵 大手一挥间 数队士兵分四面 直接突围杀出 一时间 韩三千在追对方的首领 势必击杀 而另外一头四面大军 也开始井然有序地突围 战火烧天 杀声四起 东面大军 我一人突围 你迅速击兵 力破难免 韩三千冲着大将怒声一吼 紧接着 翻手之间 直接便是排山到海炸翻 前面几十人 是 大将咬牙点头 手一挥 东面部队停止进攻 转向支援南面 给我杀 杀 数万大军马上集火朝着南面攻去 挡住 给我挡住他们 敌军统帅一边逃 一边狼狈地 指挥大军抵御 然 身为主帅尚且如此 士兵自然更不必多言 尤其是东面部队 面对韩三千这个如同天将的神人 一时间根本难以招架 他们正在溃退 整齐的大军 也开始不断地 被韩三千撕开缺口 这家伙实在是太猛了 出手间便是无数的人倒下 统领 那少侠看起来当真不简单啊 援军大将旁 偏将忍不住 看了一眼后方 惊叹道 大将正奋力杀敌 怎么说 将军 东部他一个人面对至少几万人的围攻 不仅没有后退半步 反而硬生生地撕开了对面部队的一个小口子 照目前的情形 看下去 要不了多久 他便可突围而出 奶奶的打了一辈子仗 这种玩法我道真还没见过 偏将纳闷地道 你以为我就见过了 说起来还真的是让人感到啼笑皆非 他妈的 一个人顶一只几万的大部队 奶他妈来的神人 以前怎么没听说过啊 大将也苦笑道 草 咱们一帮人好说 也几万人满呢 咱不能比人家一个人还不如啊 偏将郁闷大骂一声 斗志也重新燃烧 直接更猛地冲了进去 将军轻轻一笑 也一咬牙 直接杀了过去 很快 南面部队在大将的带领之下 势如破竹 开始直撕南面防御大王 尽管敌军也很快在发现如此的情况下 迅速补员 但在援军方已经启示的情况下 想要再压下去 这股势头 显然 这着实有些太难了 援军越战越勇 缺口越拉越大 坚持住 他们人困马乏 根本就无法进攻多久 守住 便是胜利 兄弟们 跟他们血斗到底 敌军统帅 也显然发现这个问题 及时的大吼出声 果然 有了主帅这番话 敌军也很快回过神来 双方再次展开厮杀 尽管敌军想要阻止启示的援军很难 但援军明显破围的难度 也在疯狂飙升 统帅 敌人的反扑太猛了 咱们 咱们士兵体力 已经快到极限 如果一刻 中内再杀不出去的话 恐怕 恐怕士气将会大跌 而我们将重新陷入惨境啊 偏将即到 援军大将当然知道这一点 可如今的两边 却如同那层窗户纸 他们始终难以捅破 你速速领队人马 前往东面问下少侠 如今已到极限 仍是死局 我也不知该如何是好 除非 还有援军 然 就在他刚刚化落时 他呼闻 阵阵怪异之息 从远方传来